油温要至少七層肉,兄弟们 你们要在家里没有这么多油 免得的话,那个油也要稍微高一点 就清洗,洗开吧,把这个纸杆放进去 油把它拿回去嘛 那七層就给它油 油上面冒了成青烟,说明它这个油温已经很高了 基本上已经鸡身热,哇塞的菜子油好香哦 瞬间出锅,避免太老了 好,这时候咱们放油 葱姜蒜 红辣椒圈 这个菜严格来讲是不用放豆瓣酱的 但是我们来稍微放一点点 你们不用放了,兄弟们 因为香菜的话很少放豆瓣酱 几乎不放啊 现在咱们来调味道 来点盐 稍微点点糖 加点生抽,你们也可以加点烤油 来点啤酒 来点啤酒 这个料酒 拿个生抽 鸡粉 我拿个那个 放入咱们的韭菜 好,今天啪啪啪响就别炒了 一会炒牢了 它和泡椒猪肝有区别 当然这个菜可以放酒房 撬酒房也是非常好的 上米饭 对,这个绝对要 这个里边可以撬那个蒜黄知道吗 蒜黄 就是有的地方叫酒黄 就是蒜黄撬里边也好吃 不错吗 这样的菜知道吗 这根本没有说什么油 但是我呢 这个做一个江湖菜兄弟们 这点油的话已经是非常非常少了 油的油就知道了 我是知道了